這遊戲名字叫做 鬧鬼 steam上面的60塊吧 血腥鬧鬼房子 現在大拍賣中 讓我們跟惡魔住在一起吧 你準備好受死了嗎 開始 希望不要太爛了 好爛喔 找到路闖入 闖入 闖入 我有繩子在身上欸 2019年 一個年輕女性屍體 被發現在 公寓中 當地警方以為是自殺 但是屍體 的死亡 痕跡之類的吧 殺人嫌疑是曾經住在 這個公寓的一個男的 是房屋的主人 然後失蹤了 結果這個案件就這樣 變成謎案 懸在那邊 本地人 開始聽到還有看到 奇怪的東西 稱呼這個是個鬼屋 某個地方可以 掛上去嗎 進去上吊 地圖 沒有啊 這樹能夠扒嗎 欸可以欸 靠北 欸上來了 忍者上樹 成功了成功了 呃 讓我們在附近到處找找看看 好 如果要離開的話 就可以從這棵樹爬出去 我根本是個闖空門的傢伙啊 我了 這有些道具要撿啊 怎麼都鎖了啊 怎麼都鎖了啊 長盤裝 裝 鎖了啊 左方小 快給我進去 這邊 OK 一定有一家沒有鎖 好吵喔 這間一定沒鎖 可以進去玩囉 一進來就一個鑰匙欸 終於好擠喔 先把鑰匙收著 P1 P1 可以開啟某處的門 Paper 玩一個Case 沒辦法看這上面是寫什麼欸 監獄啊 小公寓就像監獄一樣 還住外國人喔 誰姓啊 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 要去開另外一個地方 這有些燈光超... 超糊的 自已 幹 蛤 蛤 這家公寓... 這邊是他們的廁所喔 共用的洗... 是... 廁所...洗澡這樣 然後廁所... 洗澡間有一個... 鑰匙在地上等著我 他都沒有鬼啊 可以開啟某處的門 鑰匙二號 該不會是一間吧 還是樓上那一間 小日本遊戲 很難擺脫這個... 這個解謎模式 你們知道嗎 有時候你就要耐著性子跑... 跑到某個地方 說不定有什麼好東西 幹怎麼直接還有死人在這邊啊 這不是已經... 發生很久的事情了嗎 怎麼直接有死人 啊... 現在要不要報警啊 過不去了 有聲音啊 可以拉他的腳嗎 什麼... 奇怪聲音啊 這是下雨還是什麼啊 我電話怎麼有鬼聲啊 我要報警結果... 已經被鬼... 鬼來電了咧 鬼來電了咧 WTF 先跑出去 他現在就下來了 林北要趕快算咧 鬼來了 跑出去啊 靠北啊 我的繩子咧 我的繩子不是掛在那邊怎麼不見了 而且他會開門這樣不就... 卡住了嗎 屁勒 他根本就沒有開門 他直接穿出來了 斬死 進來之後看到他 然後他就會掉鑰匙 然後這樣子 咦 我怎麼從門被吸回來啊 欸 我怎麼爬到外面來的啊 Bug了啊 這是Bug了吧 幹阿威也沒有繩子進去啊 這可不可以重新開始啊 這小日本做遊戲... 都不好好做 喔 我只要... 在他行動前偷拿鑰匙 他基本上就是一定會把我抓回來 這不能偷吃布 哈哈 我現在到底是鎖還... 我到底是鎖還沒有鎖嗎 他的動畫怎麼也不會演啊 那個鎖 技術力也太差了吧 啊鎖了 看起來跟沒鎖一樣 他是不是在門口啊 這怎麼辦 這...這怎麼辦啊 救命啊 這怎麼玩 這鎖子到底是寫什麼啊 這鎖子到底是寫什麼啊 0599452478 打電話引怪 有道理喔 看一下啊 1號啊 等一下... 你們有沒有記起來 卡住... 卡殺小子 走一走就卡 走一走就卡 他... 這腦子是畸形是不是啊 他應該要去樓上啊 他怎麼穿門進來 後面一點 好啊 他... 什麼? 他回家了 我剛在這邊看到一個鬼欸 這上面還有一個鑰匙然後他回家了 他是在上面巡邏啊 啊靠北 這是靠太近還是他還沒有進房子啊 喔 腳步聲太大聲拜託我走上去就是這個聲音好不好 卡殺小啦媽的爛地圖欸 雞巴怎麼從前方出來啊 他怎麼從正前方出來 他進來然後咧 離開這個鬼地方 我要如何離開這個鬼地方 鑰匙不活的 又有鑰匙 幹 我拿到新的紀錄點之後他就開始巡邏房子了啊 噢 噢 這是哪裡啊 我在哪裡我在幹嘛 我是誰啊 他這隻怎麼沒有走進來啊 對門開了 這上面還有一把鑰匙要撿欸 賈二死是開正門然後我手上拿這個是那邊嗎 我鑰匙怎麼不見了 這上面還有一把鑰匙要撿欸 蛤 蛤 他是不是有什麼東西破掉這音啊 我剛剛好像有用過欸 這邊都不能用 好可以用了 真的假的啊 啊這個咧 剪刀 第五是哪裡啊 所以剛剛剪到下面那邊 開了會壞掉所以這把才是真的嗎 啊我現在想辦法下去我就不能直接跳下去算了 還要經過鬼那邊 啊我怎麼知道他走到哪裡啊 這遊戲完全沒有什麼邏輯可言 不是這一間 啊 啊 房子裡面的其中一間房間喔 幹 可能是二樓的另外那一間喔 這個來 這個來 不行 二樓隔壁正對面 六 這邊有符咒他進不來了吧 不行啦打電話他就穿進來了好不好 啊 什麼鬼幾巴條啊 這到底是傻小 呵呵 那我這個到底是要進來還是不要進來 這要是沒 這是什麼意思啊 這樣拿到正確的鑰匙衝出去嗎 我走進來他就立刻關門了 我什麼都還沒做鬼就咬我了 你至少都要把鑰匙撿起來啊 這是要看著他還是不要看著他啊 屁兔 6現在已經在我手上了但是我沒辦法 這邊有一把紅色的欸 喔? 紅色那把是對的啦 沒電了 這是我的錯 我應該把這個地方鎖起來然後燒光這個地方 他看見了那個東西我就知道 他完全 改變了變化了 他永遠 不會像他剛搬來這邊的時候一樣 這不是自殺 他甚至好像沒有死 我應該把研究資料留下來給看到這些的人 他小 幹 這 他是不是應該想辦法滾出去啊 手機完全沒電了 我一開他就下來了 開不開 第七是開哪裡啊 大門嗎 好黑啊 鑰匙 什麼熱手地方 尻巴 我這尻巴是要尻門還是尻下面地下室啊 哪 這什麼 充電器 還有個key 這哪個地方 鬼咧 有兩個地方我要去試 一個是大鐵門一個是地下室 手機充電器有電了好 地下室 蛤? 快結束啊這個垃圾遊戲 差不多了吧 我夠了 這遊戲60塊而已 夠了 給你了 我玩夠了 所有東西都被清空了 這最後了吧 這正是奇蹟 我能夠回來這邊 這扇門看來可以 引導我到另外一個世界 啊反正我就可以經過這個門 活著出去就對了啦 精彩啦 呃... 他曾經也來到這邊過 所以... 這是嫌那個女的曾經來到這邊過嗎 那... 欸 哇靠有個超級迷宮喔 他出不去的就變成那個女鬼一樣徘徊在這邊啦 還是說曾經有人逃出去這邊 亂走一通 欸 不是得了 這邊應該不會死吧 我怎麼聽到他的腳步聲啊 靠北不會把 最後的最後 喔 這邊好多門喔 我完全不知道這最後不對欸 青菜人 亂走 走到最後發覺這裡還是 出不去 我要死在這邊這樣 喔 看來走對了喔 然後再通過這個鳥居 回到了媽媽的肚子裡 我來囉 我變紅了 阿小喔 我走錯了喔 我會把我走錯了 我也要變怪物喔 救命啊 鬧鬼 所以我沒有逃出去嘛 我們操作的這個角色 來調查這件事情的 最後也是死在這邊啦 他直接被卡在了 幽靈界的夾縫中 唉 感謝你的遊玩 我覺得這個遊戲其實整體構想不錯 但是他的 他的那個什麼啊 整個過程喔 太粗糙太糞了啦 真的 你bug就不要講了 有一些鬼的追逐場景 然後 各種穿門 各種抓你什麼的 雖然紀錄點很多 你還是可以繼續嘗試 可是太煩躁了 然後鑰匙 十幾二十隻 那邊開東開西 開東開西 開東開西 好累啊 我是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做這麼多鑰匙啊 過程太爛了 真的很爛 欸 阿女鬼怎麼在牆上啊 這是彩蛋嗎 差小 怎麼開始在走鋼匙啊 等等 阿 然後呢 走小 另一個結局 那他走的 欸 他直接照著圍牆走過去了 阿我怎麼進去 喔 什麼東西啊 爛東西 爛爛bug 阿我怎麼又被抓來地下室啊 太懸疑了吧 這邊跑第二 跑看看有沒有第二個結局 我覺得是不要浪費時間 哈 這邊是要跑第二個結局 結局 我覺得是不要浪費時間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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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啦好了啦 我們就當這個主角就死在靈異空間了啦 幹嘛想那麼多啊 鬼都表演 走圍牆給你看了你還要求什麼啦 夠了夠了 花太多時間在這個東西上面了 好累啊